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别轻看我年纪小 学乃乌是长动脑 竖起耳朵仔细听 我怕问题你接招 问题多多请接招 神有没有创造外太空人 小朋友好 我是圆爸爸 今天在回答有关于神方面的话题里面 这个问题很神奇 很科学了 这个问题是说 神有没有创造外太空人呢 这个很新奇的 而且很科技 因为看过所谓的阿凡达电影 或是看到好久以前的一些外星人的影片 我们就会想象 嗯还有飞碟 所谓的幽浮啊 这些东西都出现过耶 可是呢 实在讲啊 这些啊都是大胆的猜测 因为呢 真的面对面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还是没有那么明确的 可以看到或者拍下所谓的照片 可以清楚的看到所谓的外星人 或者外太空人 那么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 总是要问出来的 对不对 那有没有很好的答案呢 其实啊 坦白讲 因为啊 圆爸爸没看过外星人 啊 这个不晓得是应该觉得庆幸呢 还是觉得遗憾啊 不晓得哪一天真的看到会吓一跳呢 还是觉得哇 好兴奋哦 看到了外星人了 但事实上呢 就我们对神的创造 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使我们知道 神是单单的爱我们 在地球上的人 听清楚了 神是特别爱我们 在这个地球上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写作当中 讲到神的创造呢 是指的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哦 不是每一个像地球的星球 是只有我们住的地球 而且呢 这地球在整个创造过程里面呢 创世纪都讲得很清楚 原来呢 是所谓的渊面黑暗 哇 地球啊 叫做混沌一片啊 但是神 说要这样就这样 说那样就那样 哇 然后呢 就开始有星球 有光 有暗 有植物 有动物 最后呢 把我们这最尊贵的人 造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 神没有提到他 有没有去造外太空人 或者外星人 但是神很慎重的 造了这个地球万物 并且呢 最后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 因此当我们讲到说 有没有外太空的生物 或是有没有外星人的时候呢 事实上 这跟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呢 不是有很重大的关系 坦白讲 就算是有外星人或外太空人 这也不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神在圣经当中 对人的启示就是 他只为人类准备了救恩 神是爱我们的 当人类的始祖 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 神没有说这些人 不好了 不要的 换一套了 没有 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就算是真的有所谓的 外太空的生物或外星人呢 这也不影响神对我们的爱 何况呢 直到现在 我们只能猜测可能会有 因为在一些外太空的星球 有一些水分啊 或是空气当中呢 可以适合人类生活的一些元素 但是直到如今没有办法证明 宇宙当中还有其他的星球 就是有人类像人类一样的外星人或外太空人的存在 也因此呢 我们就讲到了神跟我们的关系 这才是重要的 即使有外星人或外太空人 这也不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更重要的就是 神是管理整个宇宙的神哦 因此就算是有外太空人或外星人 也是神创造的 我们只要单单的来认识这位神 敬拜这位神 这才是重要的 给父母的话 对于做父母的在教导孩子们 有关于外星球的生物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所谓的科学上的话题 但是直到如今呢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证明 包含的所谓的幽浮或飞碟呢 都是会生会饮的 并没有所谓的真品词句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在对于所谓的外太空人或外星人 这方面的了解呢 应该跟孩子讲 坦白说我们并不是真的那么清楚 只是大胆的假设 那么对于还没信主的父母来说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认知的 因为不能以有外太空或外星人 作为反对信神的一个立足点 因为就算是有 也是神所创造的 何况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当中是没有啊